来自亲中共建制派阵营的立法会选举落选人关新伟 早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宣布民主派议员刘晓丽的议席无效 高等法院11月18日裁决 驳回申请 刘晓丽胜诉 申请人一方在法庭外表示 自己认为刘晓丽在参选时已经不尊重基本法 因此提出申请 稍后会和律师团队商讨是否上诉 刘晓丽在法庭判决后表示 对方滥用司法程序 批评对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提出申请 他较早发言时 表示这样的审讯是建制派打压民主派的手段 这次的审讯很明显 其实就是建制派成功透过释迦 找到一个团口去打压我们民主的团队 由关心委这个选择民主的团队 很明显也都见到 他们对于我们民主的团队 也都是陆远的 除了我自己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非建制的方式 也都是管入了司法复合的议判决 虽然要求刘晓丽议席无效的申请被驳回 但是刘晓丽仍然涉及两宗同类司法复合案件 两宗案件的诉讼方都有建制派背景 也都要求法庭宣告刘晓丽的议席巡空 刘晓丽表示 她本人和民主派议员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行动 她呼吁民主派人士团结 并非所有亲建制人士都有相同取向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施早前曾说 如果有人提出司法复合是他们的权利 但不应该滥用程序 她也表示 相信不会有大批议员失去资格 自由亚洲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